假设cosθ等于4分之5 而且θ在第四项线 是求cos2θ减掉sin2θ的值 好,那在这边呢 我们先把cos2θ用二倍角公式呢 将它做一个转换 而sin2θ呢 一样也是用二倍角公式 所以两倍的sinθ乘cosθ 好,所以我们现在发现 我们只需要什么 sinθ,对不对 因为cosθ的题目已经有给我们了 好,那我们呢 直接先把cosθ带进来 好,两倍的五分之四的平方 减一 好,五分之四的平方呢 二十五分之十六 好,在减一呢 我们直接把它改成二十五分之二十五 好,再来哦 二乘以十六等于三十二 三十二减掉二十五呢 是七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得到它是二十五分之七 好,那再来 两倍的sinθ cosθ cosθ有了 可是sinθ呢 θ是在第四向线 所以我们画一个第四向线的三角形 好,这是个参考角 cos的值是五分之四 所以斜边是五 好,所以这边是四 好,然后呢 我们的另外一个 这个y边呢 是等于三四五 所以y边是等于三 好,所以我们把这三角形呢 转过来看 斜边是五 x边是四 y边呢 是三 那在第四向线 所以y的值必须是负的 所以这里要加一个负号 好,那我们来看 两倍的sinθ s的值呢 是五分之负三 cos的值呢 是五分之四 好,所以乘起来之后呢 是二十五分之负三 二 六 六 四 二十四 好,所以我们原本的题目 cos2θ 减掉sin2θ呢 就会等于二十五分之七 减掉二十五分之负二十四 好,所以我们得到了 七加二十四 所以等于三十一 所以我们答案呢 就是二十五分之三十一 就会等于三十五分之三